江春南先生 派著蔡英文重要的智囊 他就特別寫了一個就是說 為什麼紅袖珠不退 是因為選舉補助款 那麼後來呢 有一些名嘴也開始在引用 有一些媒體也在引用 那現在連李前總統 李登輝先生也在引用 說紅袖珠不會退啦 是因為那個起碼上億的 這個選舉補助款 你想想看這白花花的銀子 他根本怎麼會退呢 那剛才大家也提到 就過去馬英九時代 他的選舉補助款 是完全是由政黨 就是由國民黨來領 我可以跟各位保證 在這次紅袖珠 因為大家都在講說 我想待會兒 偉忠也可以去做一些補充 那有人講說 為什麼這一有一些的這個費用 要由這個黨專家 可能會有一些那個資助 最主要就是是一個預知 因為想到你未來的 選舉的補助款 然後做一個預知 而未來紅袖珠 不會拿一分的選舉補助款的錢 因為他一定是由國民黨來補助 對不起 國民黨來支領 由國民黨支領 請問紅袖珠如何拿到這個錢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今天風船沒提到說 說紅袖珠說 他如果退選會讓主上蒙修 他說這不是他嘴裡的話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真的 我現在這個總部大概一個多月喔 我覺得其實對紅袖珠來說 能夠作為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 對一個政治人物來講 這個是何等的一個機運 但是我也看到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需要這樣羞辱人家嗎 是有人這樣羞辱他 我覺得你今天這個選舉補助款 你這種不是羞辱嗎 如果今天對紅袖珠任何就是說 你覺得該不該換柱 該不該退選等等之類 但是今天拿的是說 選舉補助款上億 所以今天紅袖珠為什麼會說 他說如果他今天是他 他現在退選的話 外面會有很多的一些團員 我覺得今天 紅袖珠當然會認為說 鐵定外面會說 今天國民黨拿了一億或者是兩億 好像是就是你的退選費 你想想想如果說用這樣的方式 去做一個人格的謀殺 跟人格的羞辱 所以我真的覺得就是說 我們今天討論一個選舉 你可以用各種方式去討論 但是不惜用這種非常 我直接講非常惡毒的方式 今天我們任何一個人 今天如果我們的選舉 不管我們的 因為每個人選舉過程 都會碰到不同的困難 但是最後是用錢來羞辱你 那今天如果說紅袖珠 我想今天大家將心比心 如果今天你是紅袖珠 在人家都告訴你是 你因為這個選舉補助館上億 你捨不得這個錢 而你不退選的時候 但有一天他說好我退選 你覺得這種羞辱會 是無止無盡的 背在他的身上的包袱 我真的覺得就是說 台灣這個社會 在討論這個選舉的時候 能不能有一點點的人心的良善 需要做這樣的羞辱 洪文剛才在過程當中 講說為什麼會有 這個錢的問題出現 陳偉 你看洪文剛才講說 是不是小英主席的 什麼重要的幕僚啊 在文章上面 開始發動像這樣 感覺上好像是民黨的人 開始在發動這些事情 沒有這個江春元不是第一個啦 那講說選舉補助館的事情 是很多人在講 尤其是在國民黨內部嘛 說什麼換柱交換說 請你直接說啊 點名道姓 我可以指名道姓 你可不可以指名道姓 這個我不清楚啦 大家心裡有數 你今天講說國民黨內部 就指名道姓 我們趕快去溝通對不對 OK 錢的事情 那你要趕快跟偉忠兄說 到底是誰在講啊 黨的機制發言人 到底是誰天天在對媒體放話 這個就清楚了嘛 對不對 這要查是你家的家務事 又不是民進黨的事啊 我為什麼要幫你查呢 對不對 因為國民黨從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從學歷啊 健康啊 到這個什麼換柱不換柱啊 什麼黨的幾人小組 台灣國民黨聯盟什麼 去見馬英九什麼換柱不換柱 是誰在講 就是國民黨內部在講啊 對不對 挺柱的人是誰 我想你心裡有數啊 我都不好意思講 這一篇喔 這個是羅志強寫的 匿名換柱只想搞垮國民黨 對不對 我其實質疑過 洪秀柱的政治獻金的問題 那這個 洪輝姐啦 這個還 只教說我語無倫次 結果羅志強講的跟我一樣啊 你當然語無倫次啊 所以你也可以講羅志強語無倫次啊 你也可以講說 說匿名換柱只是想搞垮國民黨 這位人 我只覺得語無倫次 我沒有覺得羅志強語無倫次 因為他講的跟我一樣啊 政治獻金的問題呢 你假如捐給洪秀柱 洪秀柱最後退選 這個錢要繳固啊 你捐給洪秀柱不是白捐了嗎 所以洪秀柱假如真的要選到底 那要很清楚告訴民眾說 他要選到底 國民黨當然也要向社會大眾說明說 洪秀柱會選到底啊 結果國民黨現在不是啊 坐實這種 讓大家覺得要換柱不換柱 我覺得這個對洪秀柱的政治獻金 會有影響 坦白講會有影響啊 好啊 那你 洪秀柱自己講說 選舉他的財務要獨立 他要自己自酬清費 那這個錢 假如因為換柱風波錢不進來 洪秀柱到外萬又退選 那對這些人怎麼交代 這個都是事實 假如我語無倫次發 那羅志強講的不是跟我講的一樣嗎 都同樣的道理啊 所以換柱不換柱 這個確實對於社會會造成一些影響 他就沒有退選的問題 為什麼說你無倫次 你接受你的前提是說他要退選 他有退選嗎 他沒有要退選啊 他沒有說要退選 對不對 你先講他的那個選舉 那在講換柱的人是誰呢 陳勤邁委員 你都知道說 這種退選的這種財源 這種退選財源 會影響他的選舉的 選舉的目標 你還要這樣講 你的居心在哪裡 國民黨的這些 你的居心很惡毒 黨籍立委說要吵著要換柱 賴士堡在講說要這個換柱 賴士堡否認了 賴士堡去見了誰 去做了民調這個都有案可查 我想韋仲兄 黨中央都比我清楚啊 賴士堡是嗎 你有哪一個民進黨的人在吵換柱嗎 賴士堡已經否認了 所以我說你今天講指名道事了 倒不如說你把你的力氣 去在黨中央裡面跟這些人溝通嘛 不是這樣嗎 那你跟我民進黨吵有什麼用呢 對不對 換柱不換柱 民進黨一點貼的都不會嘛 對不對 我們就是要團結 我為什麼要中你的計呢 那你就團結嘛 那你要趕快去團結嘛 講說不團結的人也不是我啊 是你們的黨主席朱立倫啊 不團結是事實 不團結是事實還講了兩次啊 不是每個人都不團結的 不是每個人 所以就是裡面有人不團結嘛 這是黨主席講的話嘛 偉忠也不會否認我的講法 或朱立倫的講法 他是發言人 黨主席出來講說不團結是事實耶 大家有話公開講有話直說耶 他總不是在講我民進黨說 叫我有話直說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黨主席說不團結 那洪柱是說我們很團結 那你連團結不團結 大家講的都不一樣 這個黨怎麼會團結呢 從洪秀柱通過黨內初選那一天開始 換柱傳聞不斷耶 這個消息從哪裡來 你總不會說這個是民進黨製造吧 你總不會睜著眼說瞎話說 你眼睛閉起來都 這個節目你都不看 你都不曉得說講換柱的人是誰 這個你總不會做這種事情嘛 換柱的人是誰 國民黨立委隨便點就好幾個啊 廖國東最近不是也在講嗎 賴世保不是最近也在講嗎 這國民黨的立委基層 中南部的立委不是天天在講換柱嗎 你不會去問洪秀 這個黃昭順也好 或者是問這些 把這些立委全部都找來 大家不是會把這些話講完嗎 所以坦白講 我真的是還蠻同情洪秀柱的啦 其實剛剛洪威在講洪秀柱那一段說 用錢羞辱人 這個我是很敢 我是真的是聽得很辛酸你知道嗎 真的很辛酸你知道嗎 這個錢 你也是在羞辱他 我沒有羞辱他 我只是講政治憲軍法律規定 我是立法委員 我覺得這個法要修啊 對不對 但是你說這個錢的問題 怎麼會沒講好呢 對不對 你這個錢到底是誰的 你講清楚啊 我覺得這個是好事啊 我之前偉忠同台的時候 我就在講過錢的事情 我就講過 這個是政治憲軍法的 總統副總統選舉報廢 第41條的規定是 候選人的錢的得票數 1%以上 應補貼其競選費用 然後又政黨領 為什麼要政黨領 因為候選人要兩個 那假如他黨的話 兩個黨要一起聚名去領 這個是法律規定的一個事情嘛 所以錢講好 到底這個錢怎麼領 你們假如說沒有換柱 大家團結制這個錢料領 是你家的事情啊 跟民進黨有什麼關係呢 對不對 所以 不要說 在整個選舉的過程裡頭 自亂正角 這個是國民黨的事情啊 這個跟乾親和事 乾親和事跟民進黨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覺得坦白講 像一個黨 我們也希望說 國民黨能夠整合 像一個黨 你的政策到底是什麼 大家來做政策辯論 要不然你現在洪秀柱要找參議員辯論 你們再講說要換柱 那我到底要跟誰辯論啊 來來來 這個錢的這個議題 坦白講 在座主持人你是律師啊 這到底有什麼好討論呢 在座兩位立法委員 成的問題 就像齊麥兄剛剛講的 我剛剛一開始就想講 總統 副總統 選舉罷免法41條 規定就是政黨領取 這句話 就解決了 幹嘛去討論 其他任何議題 就是政黨領取嘛 哪有拿不拿錢 哪有候選人拿不拿錢的問題 有啦有啦 只有蔡英文是 直接跟那個議法拿錢的 反正就是 依法辦事嘛 就這樣子嘛 從頭到尾講很清楚 對國民黨來講 這件事就是 依法辦事就是 政黨領取 所以 從頭到尾 評論這麼多人 好不好 剛才齊麥委員講 很多人講這件事情 那全都是在亂講嘛 那李前總統都 都援引民嘴 李前總統他是援引民嘴嗎 是啊 我覺得是這樣 這就是選戰 我第一次說 所以為什麼一開始我要講說 包括馬總統的例子 或什麼都要先告訴大家 包括剛剛大家講法令是怎麼樣 但是你知道 包括李前總統 有很多講話的這些人 在老百姓心目當中 是有影響力的 我所謂有影響力的意思 那有的人 你一定會聽到 有的老百姓說 李總統都講 聽我一下一下 你知道他會產生 像這樣一些事 他就一定會有這些 為什麼祝祝姐他自己都講說 剛才洪輝其實也同意說 如果他現在 如果真的要是退的話 你說外面會有什麼樣的一些傳言 現在就有人開始 風言風語的 在講一些可能會怎麼樣 萬一要是真的話 哇 那祝祝姐 跳到黃河都洗不清 可是這些事情 這個就是選戰過程當中 你不知道該怎麼去防他 這就是你們要做的事 我覺得前的事 這是最小的一件 為什麼 像今天我打開自由時報 看到自由時報那邊評論 你說國民黨在研討 這什麼好研討 就按照法律正常領取 這什麼好研討 這根本就是假新聞 我們必須很嚴肅講 這就是假新聞 這有什麼好討論 所以這件事根本不用討論 那為什麼要放這個假新聞 那就羞辱洪秀柱副院長 有一部分的黨員 在不同的時候 有不同的一些表現 那我們當然是表示尊重 正式選舉的階段 只要有事實 我們都會按照這樣來處理 對於這個黨的相信力出現了問題 那這個黨的內部 是不是有什麼需要改革的地方